同志的部分呢 它有哪些部分讓妳覺得可以 笑容 對啊 它的牙齒最gay 你看它的牙齒 就是太陽光了 對 它很陽光 還有我覺得 我覺得它肩膀的線條也很gay 因為它的... 我幫妳出來一下 肩膀很... 我覺得徐希弟可能需要 對妳做全身的檢驗 不是 因為... 它肩膀線條有什麼gay 請妳告訴我 就是它這邊會... 妳知道 妳看到妳側面 它這邊會有一點 而且有在上健身房 然後隆起 然後這邊都是有練過的 感覺上應該是一個 滿愛上健身房的男生吧 還不錯啊 對啊 或是運動 愛健身就是gay 也不全然是 可是我衝浪耶 衝浪不gay吧 衝浪很gay 對啊 很gay嗎 打壯球呢 不g 乒乓呢 乒乓超gay的吧 很幼稚 妳自己從小到大 一直被人家講像gay嗎 我小時候被人家說像妹妹 為什麼 因為我小時候就沒氣木秀 對啊 那後來妳有想辦法 改善這件事嗎 也還好 把自己搞得粗獷一點 也還好 那妳跟男生親了這麼多次 妳覺得感覺如何 妳直接要問范子偉比較好親 還是鄧肯比較好親是不是 兩個妳都親了嗎 有沒有... 是打球戰嗎 還是只是碰嘴... 嘴碰嘴 咬嘴唇 那妳覺得范子偉跟Duncan 誰比較好咬 范子偉那一段 比較內斂一點 親起來還不錯 Duncan這一段 比較火爆一點 感覺也不錯 你幹嘛啊 在那邊看笑話的樣子 問了什麼問題 他講到咬嘴圈的時候 你簡直口血到流去還潔氣一點 我覺得17歲跟22歲其實差滿多的 妳現在先用22歲的眼光 看學習地 那17歲呢 所以加了害羞 靦腆嗎 真的會比較害羞 靦腆 真的會比較害羞 妳17歲的時候比較害羞嗎 我覺得17歲比較害羞 真的 所以說女人應該也有 這方面的差別吧 可是妳17歲的時候 可能比現在更瘋狂吧 好 我現在25歲的人看她 那17歲呢 妳從小就逼個大花齒 我想看她不能看 妳怎麼很余光妙的 妳17歲的時候真的這麼花齒啊 沒有啦 我17歲的時候遇到喜歡的男生 是跟她擺褲的 就比如說我即使很喜歡楊友妮 我進過她旁邊就會故意這樣 好幼稚喔 對 我就是這麼幼 我談戀愛非常幼稚耶 我很好奇你們兩個會有種到 就是示範一下男性的接吻方法嗎 現在啊 還說明天到我家 有幾次被男生追的經驗 還沒有耶 可是我有被碰過 就是純粹只是吃豆腐 並沒有要追的意思 這怎麼樣的吃法 就是 妳剛剛說的健身房 然後咧 我就洗澡 洗一洗她就進來了 人家一間一間的 她就一定要進來跟我擠 我就不舒服 你說淋浴接她 一樣要進來跟你擠 她剛開始有拉一點看 可是原本 我有看到她拉門臉 因為通常 其實是合理的 就是有些人會想說 裡面有沒有人 因為有時候人比較多 看裡面有沒有人 有人又關起來就走掉 然後她要看 她關起來就走掉 我會繼續洗… 然後突然進來 妳要幹嘛 妳要幹嘛 她就走進來了 對啊 我就 就三字經就脫口了 她有口罵 所以她的意思就是 想要跟你一起領 共慾 不知道是共慾還是 她眼神是很野獸的 佔猶豫的那種感覺 不是 是 啃 啃球的那種 是啃球的那種 就是嗎 真的 真的 後來我把她推出去 罵完她就走掉了 她走掉以後我還 後面還補了一句 妳怎麼樣怎麼樣 給我回來這樣 叫她回去 對 我還叫她回來 叫她回去幹嘛 妳不知道 妳覺得好像要打架 怎麼會出現這一句 就是給我回來 所以妳應該也滿想跟她 淋浴的吧 沒有… 沒有… 我只是要想一想 妳要把她趕走 真的要有奇異結局 一個人好寂寞 妳要怎麼回來了 妳要怎麼跟我回來 妳跟女朋友相處是哪一種 我們會吵架 大草 會 有啦 有過 而且你現在是被大家 那個譽為新一代的 什麼小生啊 然後 梁朝偉的 喂 偷你嗎 偷你嗎 你有穿過她的拖鞋嗎 所以一定有很多女生就是 是你很瘋狂的粉絲啊 或者是會遇到很多 漂亮的女明星 但我覺得我跟李康義比較像 就是 我覺得 怎麼講 我覺得男生都會這樣啊 男生都會這樣 就是你看到漂亮的女生 你當然 我還沒有辦法說 我的修養已經到了一個就是 不會去看人家的 那個…那邊啦 但是 那邊啊 我們剛剛沒有聊到這件事 就是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女生很漂亮的話 我當然偶爾還是會就是 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 對啊 還是會看一下這樣 然後如果被發現了 女方就會 但我自己比較屬於 有色無膽的那種 對 就是只敢偷看 但也不敢怎麼樣 你才幾歲就有色無膽了 我從小就這樣 為什麼 你如果出馬 就很容易成功啊 沒有出馬過 太多次 你是很容易就在情感上 穩定下來的人喔 我覺得應該算這樣 真的 你這個女朋友交往多久 三年 三年 然後吵架的時候呢 就吵架 誰先認輸 我覺得這 常常情勢都會轉變 什麼東西 劇情會高朝別景 就是 剛在一起的時候 都是他先道歉 真的喔 連我起床器 他都會跟我道歉 你有起床器啊 我起床器嚴重 現在好一點 現在好一點 你起床器是哪一種 就是沒有啊 什麼都看不順眼 對 什麼都看不順眼 肚子餓也是 肚子餓跟起床器 兩個最嚴重 拍戲也會這樣嗎 還好 工作我比較能夠控制自己 平常會這樣 對 所以平常如果把你叫醒 你就會翻臉 對 不會翻臉啦 就是 就是起床就起床啊這樣 但是就是那種 這樣手腳比較重一點 所以你說一開始是 他跟你道歉 那現在呢 現在不管大小事都會道歉 楊潤 你擅長的是 義大利菜嗎 我以前高中是學餐飲的 我是西餐 西餐科的 對 所以你最厲害做到 西餐裡面的什麼料理 羊排吧 就是煎那種小羊排之類的 所以如果女友說 你現在就給我全裸去煎羊排 為什麼 你可以嗎 為什麼要全裸去煎羊排 就看了很開心啊 全裸可是可以穿圍裙 可以 如果在家的話 就兩個人我覺得OK 你應該有幹過這種事吧 沒有...真的沒有... 沒有 你沒有全裸穿圍裙煎羊排 誰會在家裡做這種事 沒有可能全裸但沒有圍裙 沒有啦 那會被油燙傷啊 不行啦 還是會穿衣服 所以怎麼樣 餐館的男廚師 大家都全裸在廚房間 不是 因為連我脫 我被油噴到他都完全沒反應了 然後你公公怎麼樣 裸體在煎牛排嗎 朱大哥你知道你旁邊這兩個人 在談戀愛嗎 我知道了 可是朱大哥以你那個歷練來看 你覺得他們兩個可以交往多久 我一看是會滿久的啦 但是滿適合的啦 他...他怎麼那麼配合 回答你這種爛問題 他為什麼要看人家交往多久 對啊 好 這對情侶呢 就是暫時在螢幕中間維持情侶 不過據說就是在生活中間 他們應該已經瞞不住這件事情了 好 男生是楊佑妮 女生是郭彩婷 歡迎兩位 歡迎 歡迎 你們兩位有一陣子沒有完 對 所以你們在拍電影的現場 也是要裝作不熟嗎 沒有啊 我們也沒有裝作不熟 他每一講話人家在 對不對 不可能啦 所以你們在片場 可以互相使眼色嗎 我就常常跟他們講 今天會很痛苦耶 不要隱瞞就對了 但是再講到最後說 這樣就比較刺激啦 是... 沒有 因為我們在戲裡面 其實對到的戲 我在戲裡對到的戲 就是和這兩位 所以也不會特別避諱啦 OK 所以在拍這部電影之前 你們就已經在一起了嗎 你們在一起拍偶像劇 所以是上一部偶像劇的時候 愛上對方 在戲裡面很愛 我們先講到還要演說 你們倆不是情侶多久 那個我們 他是在救這兩個人嗎 是 不是救啦 他為什麼要救楊佑寧跟郭彩傑 為什麼 朱大哥 你也是主持人 你不會很想要聽他們的故事嗎 我是想聽啦 但是他已經叫我朱爸爸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你要救你自己的話 就聊一下楊佑寧跟郭彩傑 談戀愛的進度 這個 怎麼說 可以啊 來訪問好了啦 彩傑很辛苦啦 因為他在上海拍戲 特地昨天回來 然後今天就是上了這個 強勢媒體的這個 回來是來跟男朋友見面的嗎 沒有 就是上我的宣傳 沒有 他就是回來跟男朋友見面 那你不是廢話 見面 面是一定要見的 你不要這樣給人家壓力嘛 他昨天才回來 昨天兩個有沒有那個 誰給誰壓力 有沒有聊天啊 他這樣問嘛 有聊天 有聊天